- 忽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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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們今天要去幹嘛 - 怎麼樣去幹嘛 - 你態度放尊重一點好不好 - 不是 - 今天委託這個任務可厲害了 - 怎麼個厲害吧 今天的委託人他就是 - 入圍金曲獎超過十次 - 是 - 也有得獎的金曲歌王 - 斯文斌 - 斯文斌 - 大咖耶 - 泰泰泰泰很帥那個啊 - 就是那個 - 你從哪邊伸出來這個 - 這個麥克風啊 - 所以你真的很強 - 我隨便唱你都可以接 - 你真的好厲害喔 - 開什麼玩笑 - 我也是發過唱片 - 也是實力派的歌手 - 真的喔 - 但是你這個麥克風 - 你就不是出身帶麥克風的習慣了 - 因為我現在想要幫歌手 - 因為你知道 - 模特兒的這條路 - 走到已經到了一個瓶頸 - 然後主持也就是這樣 - 所以我最近也會心願就是說 - 我想要當歌手 - 所以當歌手的這一步 - 就是要帶著麥克風 - 然後平常想到就唱 - 找斯大哥 - 找斯大哥 - 他會不會找我們要發唱片 - 他不會找我 - 他會找你發唱片 - 真的嗎 - 因為他說 - 他最近要改行講相聲的 - 真的喔 - 一輩子再來 - 是這邊吧 - 有斯大哥 - 等一下… - 先生… - 先生… - 你今天特地讓我們兩個 - 小的找來有什麼吩咐嗎 - 該不會是想要讓我們 - 在你的專輯錄出還是怎麼樣的 - 這怎麼好意思呢 - 對 - 我自己也寫了幾首歌 - 真的 - 現在斯大哥會喜歡嗎 - 對 而且我剛剛 - 舞哥他很會唱歌的 - 他有出過唱片喔 - 而且胖胖他也好喜歡唱歌 - 對 - 有的也嗎 - 換你… - 換你… - 我先回去 - 沒… - 有話好說 - 好 我們先不談唱歌 - 好… - 先委託任務一定要請教他一下 - 是… - 今天斯大哥到底讓我們 - 來做什麼事情好不好 - 是… - 我們要幹嘛呢 今天 - 各位可能不太清楚 - 我平常除了寫歌 唱歌之外 - 我有另外一個身分 - 是 社團法人 - 台灣電競協會的理事長 - 台灣電競協會的理事長 - 好長喔 - 其實電競協會就跟 - 我們聽到的籃球協會 - 棒球協會一樣 - 它是在推動這個運動 - 是 我們就是在推動這個事情 - 但他一路走來其實還滿艱辛的 - 非常艱辛 - 電競沒有被承認 - 是 - 電競選手大家被當成 - 社會邊緣人來看待 - 不愛念書啦 - 家長打啦 - 過去這個過程是非常辛苦的 - 是 - 現在要請教一下 - 是 市長 - 現在台灣電競的環境 - 環境如何 - 因為有了體育發展條例的關係 - 是 - 還願意去贊助這些電競隊伍 - 是 - 那就等於是贊助籃球隊 - 棒球隊一樣的 - 那今天我們要來做什麼 - 是不是也是要跟電競協會有關的 - 對 絕對有關 - 今天的任務呢 - 是 - 是要請兩位來去 - 當一下電競選手 - 親眼看一看台灣電競的發展 - 永和就有一個我們協會 - 團體會員之一的AHQ - 它是 - 它是 - 國際的職業戰隊 - 可是要當個電競的一個職業的 - 電競選手 - 應該沒有那麼簡單 - 但很困難吧 - 對 是沒有錯 - 以兩位的年紀來講是困難一點 - 是 - 人類的反應速度最快的時間 - 是 - 是 - 是 - 過了這個年紀之後 - 就每況愈想 - 那我們就直接接受一下這個 - 斯大哥委託給我們的任務 - 好 我們現在要去 - 成為這個職業的電競選手 - 去之前呢 我有一個小禮物送給兩位 - 是是嗎 - 是是是 - 最近剛發片 - 真的嗎 - 一人一張 - 哇 - 帶著他到AHQ - AHQ - Let's go - 欸 斯大哥 - 你怎麼又回來了 -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講 - 現在五哥去尿尿了 - 因為我現在有一個心願 - 是 - 我覺得你一定要幫我完成 - 什麼心願 - 就是說我很希望 - 可以跟你一起對唱 - 是 - 對... - 可以嗎 - 可以... - 你OK嗎 - 剛剛那首 - 商品酒店是嗎 - 對 商品酒店是嗎 - 我剛剛想想的 - 你要認真喔 - 好 - 你不能笑 - 好 - 開始囉 - 好 - 有愛嗎 - 無愛嗎 - 無愛嗎 - 哭我 - 今夜魂心 - 哭我 - 你怎麼樣 - 我的音質跟音準 - 是不是還不錯 - 應該可以在你的裡面 - 就是露一首啊 - 還是露個幾句 - 露個臉什麼的 - 可以嗎 - 你先去AHQ好不好 - 你把電競選手的事情 - 是 - 好不好 - 我們後面慢慢說 - 好不好 - 是喔 - 麥克風拿著 - 來 走 - 好 - 那我現在去當電競選手了 - 我走了 - 是 回去 - 我就當電競選手了 - 好 - 不要再想我喔 - 再見 - 再見 - 再見 - 奇怪了 - 這張花花怎麼下來 - 就跑不見蛋了 - 只聽到狗叫的時候 - 沒有看到張家瑜 - 吳哥 - 你看張家瑜的狗吃掉 - 吳哥 - 吳哥 - 嚇壞了 - 妳又拿這個做什麼 - 妳剛剛跑去哪裡了 - 我剛才去找那個 世文兵大哥 - 跟他合唱的一首歌 - 世文兵大哥 - 跟你合唱一首歌 - 對 - 而且我跟你說 - 她已經神志不激起 - 妳知道這種地步了嗎 - 我跟你講 - 她跟我合唱完之後 - 她就中風了 - 她驚人 - 她說天哪 - 我怎麼這麼會唱 - 她到時候 - 她錄製下一張 - 台語專輯的時候 - 她找我跟她一起對唱 - 然後我就是江蕙 - 小江蕙 - 好 - 好 我們就拭目以待 - 好 - 現在可以去進行委託任務了嗎 - 要進行 - 廢話 但要進行嗎 - 好 走吧 - 妳要不要進行之前 - 喂 - 不用 - 喂 - 妳要對我精神喊話一下 - 快點 世文兵找妳出唱片 - 對 - 她說我唱歌超好聽的 - 好多獎盃 五哥 - 好漂亮 妳看這Logo - 好帥 - 好帥 - 所以五哥 -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傳說中的 - 欸 你就Q了齁 - 對 - 欸 - 欸 - 啊 - 妳要打我 - 是 AAHQ - 你要小心點在這個地方 - 在人家地方你講話小心點 - 萬一人家老闆突然出現之後 - 是 - 他聽你這樣講的話 - 他一定會很生氣你知道嗎 - 沒關係 反正老 - 沒關係 - 沒關係 - 沒錯 - 我們AAHQ就是 - 是 - 成立於2012年的9月 - 所以請問一下你是 - 欸 我就是 - 請問什麼 - 請問什麼看不出來嗎 - 要幹嘛 - 想必應該就是老闆 - 欸 - 怎麼秘書才會對這個公司的業務啊 - 這麼的了入職長啊 - 你好 - 那你們老闆在哪裡 - 叫你們老闆出來一下 - 我跟他想要加入戰隊 - 其實我就是比奇寶 - 跟AAHQ的創辦人 - 我就是謝老闆 - 喔 你好 - 我是還沒寶寶 - 這是派大新 - 派連寶寶 - 開什麼玩笑 - 你是那邊老闆 - 老闆你好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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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長得真的好帥 - 這樣好帥 - 老闆你也不要這樣 - 隨便跟我吸吸啊 - 你知道 - 我跟花威兩個是非常非常嚴肅的人 - 是 - 那今天來這邊呢 - 我可以告訴你們 - 我就想要成為一個高級的 - 厲害的電競選手 - 好 -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- 是 - 原來剛剛說的都是廢話 - 不是不是 - 我直接介紹我們的領隊 - PORO - PORO 你好 - 你好 - 你之前是職業選手是不是 - 對 對 - 我在電競產業待很久 - 真的嗎 - 我想請問一下你今年貴更了 - 今年35歲 - 喔 35歲 - 現在最年輕的電競選手大概幾歲 - 大概17歲 - 17歲 - 17歲 - 但17歲是一個門檻 - 成為職業選手大概15、16歲 - 可能就開始過去了 - 17歲等於是正式出道 - 17歲正式出道 - 那我想大概是最老選手大概幾歲 - 就要被淘汰了 - 正常是大概30出頭就會退休了 - 這反應已經變慢了 - 已經變慢了 - 因為電競選手的黃金年齡大概15到25歲 - 還在萌芽發展 - 是啊萬事起頭難了 - 因為你想要好的成果 - 一定要有好的努力 - 那我想要去看一下大家在 - 破譯的過程 - 對對對 - 訓練的一些狀況 - 可以帶你來看穿嗎 - 我們的隊伍剛好也正在訓練 - 那我們就走吧 - OK 走走走 - 謝謝老闆 - 他們現在就是在一個訓練狀態 - 好吵喔 - 對啊 - 站著這兩位就是我們的教練 - 站著這兩位 - 站著這兩位 - 你們有請摔角教練來教練嗎 - 喂 - 你好 - 你好 - 你好 - 現在是在訓練是不是 - 現在是在訓練 - 什麼練 - 管練 - 管練 - 他像籃球隊伍一樣 - 他有先巴選手 - 有踢補選手 - 是 - 他有踢補的 - 自己應該是踢補的吧 - 自己是先巴的 - 先巴的 - 對 - 種子球員啦 - 先巴就是像NNBA會唱你那種 - 對 - 那種 - 那我想請假 - 講了半天英雄聯盟到底是什麼 -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 - 可以 - 英雄聯盟那基本上就是一款5v5的 - MOBA類型遊戲 - 它就是五個人之間他會彼此的配合 - 然後去推掉 - 沿路推掉對方的防禦塔啊 - 是 - 然後最終就是推掉對方組法 - 就可以獲得這場勝利 - 你聽得懂嗎 - 我懂 - 我懂啦 - 就是每個都推掉那個塔 - 然後你就已經算了 - 那我問你什麼是MOBA - 你不是說你聽得懂嗎 - 你推什麼 - 什麼是MOBA - 兇什麼兇啊 - MOBA - MOBA就是多人在線的競技遊戲 - MOBA - MOBA - 這樣一場下來大概多久的時間 - 通常的話大概會半個小時到45分鐘左右吧 - 很久耶 - 半個小時喔 - 對 - 所以你住這邊喔 - 在我們住這邊 - 你們都住這邊喔 - 可以 - 你從哪邊上來的 - 我們家在新中 - 新中 - 旁邊而已啊 - 旁邊而已喔 - 其實也不是太遠 - 但是因為職業選手一定要強迫集體住宿 - 是為了他們的訓練的效率跟健康問題 - 健康 - 這已經有點像日本那個傑迷斯有沒有 - 所有的偶像都要住在宿舍裡面 - 對對對對 - 然後也不准說出去不良場所 - 不行不行 - 然後也不能有任何的緋聞 - 對不對 - 所以這些選手都結紮了嗎 - 不是 - 人家才年輕的 - 講這麼多我們到底可不可以玩 - 我們兩個到底可不可以玩 - 雖然說我們兩個有點年紀了對不對 - 三次出頭可不可以玩一下英雄聯盟 - 當然還是要讓你們體驗一下 - 那現在就開始來試試看好了 - 好 英雄聯盟 - 好 我們問你們 - 英雄聯盟 - 打他打他打他 - 去死吧 - 欸 兩位貴賓體驗得怎麼樣啊 - 是 - 我覺得超好玩 - 我覺得我是這方面天分知道嗎 - 甩腳教練 - 也不是 - 教練 - 教練 - 我覺得他們太兼詐了 - 不過我這樣子玩了一下我就 - 堅持一點點 - 像平常你們的選手訓練這麼久 - 他們會不會有一些職業傷害或者是什麼 - 當然當然 - 因為你只要認真練習的選手 - 就一定多少有一點職業傷害 - 我們還有全台灣首創 - 我們聘請了一個物理治療的師傅 - 他會在選手比賽之餘 - 或者是休息的時間 - 把他們做一些身體上啊 - 或者是手啊 - 一些治療 - 其實肌肉蠻緊繃的耶 - 而且你看我手現在被一直這樣子 - 那我們現在可以請 - 我們現在可以去其他方法治療一下 - 請那個師傅讓我們治療一下嗎 - 這個也要讓你們體驗一下 - 好好好 - 那太好了 - 走走走走 - 那就跟我來 - 好 謝謝 - 謝謝 - 欸 - 這位就是我們的物理治療師傅 - 江湖人稱洪師傅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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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我們剛才看到這個電競選手 - 平常都有在做這些高強度的訓練 - 所以是不是會有很多的職業傷害啊 - 電競選手他們這種長時間高強度的訓練 - 是 最常出現的就是所謂的外上科研 - 這裡 - 他們手指必須高速的運動 - 這樣子 - 你看這個肌肉的抖動 - 它高速抖動 - 這邊的肌肉都會發炎 - 然後嚴重的話就產生開始沾黏 - 沾黏 - 損黏 - 就是所謂的往球走 - 蛤 - 那這個要怎麼辦啊 洪師傅 - 第一個 - 就是要控制你 - 控制什麼 - 時間嘛 - 我直接做一個示範 - 第一個要強調的就是說 - 筆電是不得已而使用的 - 桌量式的 - 要能夠符合人體工學是最好的 - 是 - 而不要用人去屈就於你的東西 - 是 -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- 你千萬不要只有手腕靠在桌子上 - 是 - 這樣你會壓破你的 - 這邊的正中神經 - 是 - 一壓破正中神經 - 就很容易產生腕碎到症候群 - 是 - 然後最好 - 手肘要有支撐 - 所以 - 手肘 - 當你沒有東西可以支撐你的手肘的時候呢 - 你手整個放在桌子上 - 你這個支撐就會穩固 - 是 - 然後你這樣就會舒服 - 是 - 剛才你講的姿勢 - 那有沒有什麼飲食方面你可以建議我們 - 飲食方面的話 - 第一個就是 - 喝水 - 水最重要 - 除了水之外呢 - 那就很建議說 - 如果你看螢幕看很多的 - 是 - 就是所謂的夜黃素跟淚夜黃素 - 今天要真的要謝謝洪師傅 - 因為洪師傅 - 所以我們這些選手都可以很認真的 - 好好的安心的比賽 - 在我們今天來跟洪師傅這樣聊天的話 - 是 怎麼樣 - 其實就是奉茶的儀式你知道嗎 - 他竟然是師傅 - 真的還假的要這樣嗎 - 你看原來古代拜師要奉茶 - 對齁 - 對不對 - 其實我們看很多很多螢幕的時候 - 補充好的夜黃素 - 所以我就簡單幫選手調配 - 讓他們的眼睛肝臟能夠得到保養 - 這是什麼明目茶嗎 - 是的 - 那個涼涼的有薄荷是不是 - 我有加薄荷 - 有加薄荷是不是 - 好好喝喔 - 小朋友嘛 - 你不弄好喝他們不喝啊 - 今天喝了這杯茶之後 - 我覺得信心百倍你知道嗎 - 那現在我們是不是應該認認一下 - 我們其他戰隊的隊友 - 對 我們要去找我們的戰友了 - 至好瞭解說他們程度在哪邊 - 他們有什麼不懂的地方 - 我們兩個可以幫他 - 你講反了吧 - 應該是我們求什麼不懂 - 要問他們吧 - 大家跟我分彼此走走走走走走 - 黃師傅謝謝喔 - 慢走… 黃師傅